虽然这个说法好像很老土 但是今年有没有机会真的会呢? 因为现在就是在想外围的局势 就好像一直都解决不了地缘政治问题 加上联储局议息 当然已经可能反映了一段时间 但是大家也怕究竟会延续多久 内地那个究竟出手了 又可不可以符合大家的预期呢? 你自己怎么看呢? 希望不要有五穷和六穷月 因为其实三四月都很难捱 其实现在三穷穷和四穷都捱了 没错 我想这几个月都是难捱了 希望可能退前了 五六月不需要再来多东西 但是当然了 我同意现在看起来的机会面 特别可能短期性去看的话 对港股还是比较审慎一点的 因为始终像你说的 只是看两大方向 我刚才说的美国加息 甚至是内地的情况 我觉得这些都是要时间去等 刚才也略略说了 就是加息那样东西 我觉得可能等到第二、第三次之后 就未必对股市那么大压力 这个其实套用港股 我想都有这个机会的 因为我相信其实 当然近期港股弱的一个因素 就是怕着加息 除了准备的压力之外 特别在加息影响之下 美国那么强 对港股以至到可能人仔都有个压力 这个对港股也是不利 但是说真的 美金就应该不会是一枝箭地 继续挫火箭地上的 所以我想可能在加息影响之后 应该都会做回调或者整顾 所以到时有机会令港股有些寸息空间 或者有些好一点的情况 所以这一点 我觉得也可能要等多一段时间 才对港股是多一些利好 而来内地 虽然像阿隆所说 近这个几星期 见到内地都好像挺频密 有些政策 或者不同出手的动作 讲话等等都好 没错 对国别反法是有帮助的 但是对整个A股 以至到可能大家对经济体化 甚至对港股来说 就未算太大刺激 因为毕竟现在实际面对 都是内地的疫情 始终你有疫情反复 虽然好点说上海那边似乎在下来 但是不要在北京上去 可能还有一个继续封区封城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想也是一样 虽然刚才也说过 我相信内地的控制疫情那边的力度 怎么说都应该比外围好一点 虽然它们还是维持一个 动态清零的一个方向 但是如果你说以防控制的情况 是相信没有理想 属于一些短痛的因素来计算 我觉得可能去到 也是第二季尾接近的时间 可能五六月的时间 应该就慢慢能够解决到这个情况 或者是开始做步驟步正常化 所以到时我相信 才会令到一些政策 或者大家对之后内地的经济 会是正面一点 所以也是一样 可能到时才对A股 或者港股股 会多一些正面支持 所以如果问到我自己来说 我觉得港股如果真的要 不要说五穷六绝 那么夸张或者摆脱的话 可能都要去到五月中后 才慢慢有这个机会 所以可能五月初至五月中 都预算了还是比较反复一点 还有你昨天来说 虽然或者过去这几天 比如说低位也弹回到四百多点上来 但是始终我想整个走势 都未必说特别强 大家在这一图表都见得到 一来昨天所谓弹成三百多点 但是一来刚才提到的成交不大 千亿虽然可能因为没有北水了 但是你看到弹得来 其实连最近的十天线都未修复到 我觉得起码如果你说市场 短线要真的靠稳的 就是不要说是否大升了 起码都要先上一些军线 也没理由长期压着所有军线 楼下和所有军线倒序排 我想起码升穿十天线 令十天线扯高一点 可能升穿20天线 慢慢走好一点 才可能判断技术走势 是理想一点 以来昨天的上升 虽然幅度的点数位是不差 但是如果你论动力指标来计 比如九天RSI 其实都只是淡回到36度 其实又未是特别高 即是连50这些边都未碰到 40多都未到 所以我想暂时比较难说 是否只凭过这一两天 升到400多点 等于港股即刻就很乐观 而且至于现在 实际短线因素 刚才说了一堆 可能是外围加息 以至于内地的疫情经济之外 最主要都是人民币 你见到人民币这一刻是非常弱的 昨晚突然再弱很多 开出来的中间格都是低开的 现在当人民币弱 以至于刚才都略说 港匯也是比较弱的 不要说是否一定是走资 但我想对资金的压力一定是有的 所以自然对港股来说 很难说有一个很快短期的大升的效果 所以我想上面要看着10天线 升穿的才能再看回理想一些 而下面我想短线也是在看着199这些位附近 其实前天穿过下 前天穿过下 前天穿过去到196、197 为何看199这个位呢 正正都是刚刚三月中的低位 18235反弹开始计算 去到225、23 如果用回整个反弹来说 那个黄金比率刚刚618的位置 基本上是最后的防守位 所以如果你说这个位继续守得住 可能走着一个区间 199去到10天线205、26附近 但是假设真的不幸运 再穿199以下 然而小心 可能就慢慢阴点阴点 再试下低一点 即是否立即试下 3月份的低位呢 是难说的 但是如果你说 真的这些位置都能再穿 那个位置就延续着下行的趋势 那就一定未必太理想